天啊 天啊 我哭了 HES Gerry 我是NuNu 大家現在是不是有戴古裝上學呢 15分的時候 口罩都放哪呢 拿下的時候 壓在桌墊下 或是放在桌上 封 噓 你的口罩就飛走 掉到地上了 然後就髒掉 或是你塞口袋 或是你 或是你 團 都是戲劇 所以我今天叫它做一個 口罩的衣服 超簡單 只要你身邊有 一樣的資料夾 就可以做到 透明的資料夾 就是像玩家上面 貼喜歡的貼紙 就給大家去看 在這裡做個幾號 12公分點一下 這裡也要點個12公分 然後把它們連起來 記得喔 是開口那邊的 中間這裡 解開 對折 打開之後 站著 中間剪開了 就是 大概0.5公分 完成 這是詐人口罩的 小孩口罩可以再小一點 邊邊的1.5公分 就完成囉 然後現在要把我的口罩 穿進去 先這樣 折上 對 要過來 就好了 這樣你的口罩不會沾掉了嗎 而且這樣也不會容易變形 放到口罩會 沾掉了 超級超級簡單 所以分享 開口這邊 量12公分 0.2公分 做到就可以了 然後這邊可以稍微 做一點弧形 出來就漂亮了 基本上它是完成了 但是我們就是可以把它修遠一點 看你的口罩大小去修近這邊的長度 我覺得超過1公分就好了 小朋友的可以修到1.5 像我會喜歡把這個地方修個遠邊 要精緻一點嘛 這個要不要修都沒有關係 裡面當然你想要讓它是遠邊 沒有問題 把我們的口罩收納夾就完成了 用過的口罩我們可以先動摺了 我們就這樣子 重新資料桌裡面 再對摺 放一圈 放一圈 放過來就可以了 一個人喜好啦 可以做一個拋孔 如果有拋孔的話 它就是更固定的 放一圈 放一圈 放過來 它這個線就會在這個凹洞裡面 它就更不容易鬆脫了 你要剪凹孔的話 大概在1公分的地方吧 然後往這個方向剪過去 一邊剪 一邊彎 圓圓圓球 包吵就出來了 就可以把口罩 做暫時的食用 第一個是口罩衣服 第二個是口罩夾 之前我在寶可夢室 送了這個 這裡可以加舌頭 這裡可以放下的 結果看起來就很像資料夾 我一下我試過了一個 我現在要教它加作了 然後我選的是這一支 藍色的白熊資料夾 這個地方是7.5公分 把它剪 Color 這個是三層的 你也可以買兩層的資料夾 這個要當外面嘛 那你就要這個要折在外面 然後我們把這個中間剪開 剪 像這樣子 量一公分進去 這裡一公分 這裡一公分 然後我們把這個線剪掉 抬起來剪 不要剪到下面了 兩邊都剪好了 哪一邊都可以 你把想要放大的口罩的那一邊 上面的地方黏起來 那我選這一邊好了 那我選這一邊好了 或者是你想要用 任膠之類的也可以 這邊也是 可以再貼住 收納夾就完成啦 因為我們這個是雙層 你可以放在裡面 可能吃飯啊 暫時要拿起來的時候 你就可以放在這邊 你就知道這個是用過的 那新的你可以放在裡面 這就是建叫大家兩款 還是口罩收納夾 你們可以選一款 左右是兩款都做 如果利用又教你 不要的資料夾就可以 相關就是不要的資料夾 今天影片到這裡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按讚分享訂閱喔 記得訂閱訂閱 謝謝各位觀眾 大家好 可以幫你提醒你的媽提V&LiniaFamily 掰掰 謝謝各位姐姐 掰掰 下期喜歡帶一些所有的圖子 藍色的白熊塑料夾 這個地方是7.5公分 把它撿 這個是三層的 你可以買兩層的塑料夾 然後我們把這個線撿掉 攪起來撿 不要撿到下面 兩邊都剪好了